志龍哥不得小抱怨一下 兩位主持人來幫志龍哥準備這個法庫實在是太小了 龍哥你有沒有想過是你頭的問題 他一直滑下來 齁齁齁齁 台股發聖誕禮物了 選賺最多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BB 我是Andy 我是謙涵 我是志龍哥 今天我們要幫大家發聖誕禮物 謝謝龍哥 我想要愛你了 我不太開心 我Switch就好了 Switch是不是 志龍哥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兩位妹選擇禮物的方式有點落伍了 怎麼說呢 你們都沒有許願襪子 沒有襪子聖誕老公公要怎麼發禮物呢 所以襪子是很重要的 那這邊紡織股會不會跟著走一波呢 好像有點冷對不對 我們趕快繞回來好了 今天我們幫大家準備了四大好禮 要來跟大家做分享 會讓大家賺好賺滿 讓你領到整個最大包的聖誕禮物 好來 請 為什麼我要拚你的 為什麼要拚到啊 梅花山也可以賺好賺好 到底是 梅花山就是所謂的iPhone 12概念股 i12銷量要上修 不得了 它只值梅花山而已 當然它只值梅花山而已啊 你去看一下這些iPhone 12的相關概念股 其實它都有一定的漲幅了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梅花山 用的是什麼 希望大家不要過度追加 這個三三七四的精彩 這個高漲已經連續兩天做了一個回檔 那為什麼精彩會做回檔 最主要是山上對它的前景非常看好 所以預估營收會非常好 但是公布之後卻反而有點不如預期 利多出鏡 也不能說利多出鏡 我們認為說強勢股 強勢股突然的回檔 都是一個買進的好機會 所以我們把iPhone 12列在梅花山 就是希望大家趁股價有回檔的時候 你可以去找尋你喜歡的相關個股 那這中間當然要特別提一下 2317的紅海 我們都知道紅海的營收 有大部分都是來自於蘋果 近期是怎樣打一個橫向整理的底部去 而且外資投信是連續多日去買進 所以這邊把它去留意一下 紅海會不會有機會跟著網上走一波 請留意關鍵的突破訊號 那我們來抽第二張吧 這張是Q 一樣是Apple概念 我們這邊要跟大家提到的 這個Apple是Apple Mac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Apple Mac 新個晶片喔 對 沒錯 主要是他們要自製化晶片 剛剛提到iPhone或是Apple Mac 或者甚至iPad 這個各家系統是有一個一致性 有一個一致性之後 蘋果之後要發揮的話 就是更好發揮了 如果要提升它的效能 我自己就有一個晶片了 所以Apple Mac我們認為說會產生一個熱銷 因為國粉都會進來買Apple Mac 可是它股價好像不太給力 其實Nala又講到一個重點了 我們剛剛有提到 有一些Apple的一些相關概念 都不太重 已經有做了一個反應了 所以有做反應的情況下 請投票留一個第一季的機會 但中間有一檔股票 我們要特別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2474的這個可成 它把它的重點集中在哪邊 集中在筆電 筆電的這個金屬機殼 那我們都知道筆電這一塊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還是在呈現一個成長的狀態 可成目前是南瓜的 這個全球六大廠裡面的 其中三家大廠 那它也是Apple Mac 不好意思 我的這個法庫 除此之外 這個可成也有傳出 打入Tesla的供應鏈 所以這邊有Apple Mac的一個題材 還有Tesla的題材 這邊投票就可以去留意 可成的後續 而且重點來了 可成年底要任意的太周長的收入 所以這邊會不會有一個庫長股題材 會不會有一個現金減值的題材 或是加發鼓勵的題材 這邊是我們可以去做期待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雖然說可成一直傳出利空 但是這個底部卻是越來越紮實 都沒有跌破 所以長線方向來看的話 我們認為說Apple Mac 可以特別去留意一下可成這一塊 再來第三個產品 第三個 在抽第三張牌之前 志聰哥不得小抱怨一下 兩位主持人來幫志聰哥 準備這個法庫實在是太小了 樓梁有沒有想過是你頭的問題 它一直滑下來 不好意思 人家大概就沒事了 我一直要cue一下我的法庫 我知道前面的美麗導播小姐 所以這張牌的髮型會亂掉 我覺得大家應該比較在乎第三張牌 腦袋下面比較重要 趕快來 KKK K是什麼產品 K這張牌就是所謂的PS5跟Switch概念 志聰哥這邊想要呼籲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你的Anata想要買Switch的話 想要買PS5的話 就讓他們買吧 你只要從什麼 從這些相關概念股就可以撞回來了 那這些相關概念股到底有哪些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近期非常標的快充IC 2436這個我全店 它也是其中的一環 再提到什麼6679玉泰 它也是其中一個 那雖然說目前線型比較差一點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嘛 有意回檔低階的機會 所以它目前線型比較差 但是如果有一個支撐在的話 其實玉泰也是我們可以去做承接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其實呢 旺宏也是其中一塊 旺宏最近也是蠻標的嘛 那宋哥提到旺宏要跟大家再補充一下 這個記憶體的族群 那記憶體這個目前報價是怎樣 還沒開始落底 它才正要落底要往上 那股價已經漲上來 宋哥認為不用去追 等回檔的時候 所以我目前跟大家提到的這些個股 通常你都不用去做追價 只要留意低階回檔的一個劍 對你講到重點 震盪量縮拉回沒有破滴 請跟宋哥Repeat一次 震盪量縮拉回沒有破滴 我還是先顧好我的法庫好了 可是為什麼在概念股這麼多 每個都賣翻賣爆 都讓我們要怎麼選 沒問題 宋哥有幫大家準備了一個 亞香寶 它的產品在上述的這四樣產品 它都能提供 有這種東西 所以這樣的情景之下 這些個股就特別容易往上漲 而且重點來了 這類的個股已經開始怎樣 先做了一個修正了 我們剛剛有提到 不要去追高 等待一個回檔的過程中 所以這類的個股已經先修正了 那股價又有這樣的想像空間的話 請各位投票趕快 趕快來領取這個聖誕禮物 龍哥的太陽管就直發 1768趕快加起來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記得還有BB 我們下次見 掰掰